各位,歡迎收看 TVR 新聞報導,我是C-L-Pro 聽聞猛烈村在 18 日晚,一個載有腐蝕性液體的膠樽懷疑被人在高柱扔下 一對 51 歲的父親和一個 8 歲的兒子被剪傷,已經出戀 與村近多次有人高空雜物,警方調查是否有關聯? 先看看 18 日時的結果 一個載有腐蝕性液體的膠樽跌在蝶序樓的地下,靠近大廈的出入口 一對父子歐曼六點多離開大廈買東西的時候,剛剛好,被腐蝕性液體淺雙面部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有在附近的花草搜查,警方不排除有人從高處把腐蝕性液體扔到街底能確定層 我們都會搜集現場所得到的證據,檢視現場那些 屍兒腐蝕性液體淺出來的方向,再在逐家逐戶去調查 希望從而得到多一些證據或者情況顯示到 究竟是從哪一個單位將這些物件扔出來的 胡蝶村星期四也有人高空雜物,過往也有人曾經扔過錘子 燙斗等物件下街,警方說會調查多宗案件是否同一個人所為 案件已經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聯同屯門警區重案組進行調查 亦會聯絡西九龍重案組,看看和旺角和深水埗的高空頭閘蝕蝕性液體案有沒有關聯 從畫面都看得到保安是危險加貧了 在場亦有警員在案發完全戒備 房屋處亦隨之用手提攝錄機 在六嶺高空的情況下,有人再危害公眾的安全 碟罪樓的居民一般都很關注這次事件 我們攝製隊去到的時候,亦都不用街坊顯示少少兇頭 畫面現在的位置正正是18號碼的案發地點 由街坊透露,在晚上這個位置也只有有人高空雜物 現場也看到有議員表示對事件的關注 希望政府正視 我們也訪問了一些圖案的地坊 都是對事件的表示關心 陳先生,請問你 走過這裡的時候,會不會覺得 怕附近有蝕蝕性液體會掉下來呢? 很害怕的,因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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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就表示說 將會在未來,繼續展開調查 報告,到兇手為止 TVR記者,Servyn,就到 拍照 除非… 附近